拨开历史的迷雾 追寻国宝的足迹 看清画像背后的真实命运 见证档案之中的传奇故事 国宝档案特别节目 带您穿越古今 探秘历史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 刘邦称帝 定国号为汉 史称西汉 他的妻子吕志 称为西汉开国皇后 汉代策略皇后 都要授予喜印 她是皇后合法身份的凭证 以及权力的象征 但是让吕后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围绕着这枚皇后之喜的争夺 才刚刚开始 而这枚玉喜呢 也即将见证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一次杀戮 当时授予给吕后的玉喜呢 她高两厘米 编长了2.8厘米 以和田白玉制成 精美领袖 这是这枚玉喜的放大复制版 下面喜文呢 为英课撰写的 皇后之喜四个字 这枚玉喜如今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她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 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喜 二是玉喜的主人吕智 是有记载年代最早的皇后 吕智给刘邦当了八年的皇后 临朝称制长达十五年 可以说这方玉喜在汉长安城 发挥了二十三年的作用 而这方玉喜的主人吕智 却被后人称为是 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女人 那么当初与吕智争夺 这枚印喜的女人是谁呢 吕智又为什么会被称为 最残忍的女人呢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刘邦去世不久 刚刚晋升为皇太后的吕智 就下了一道命令 也正是这道命令 让她背上了千古骂名 她下令将一个女人的 双手双脚都砍掉 挖掉了她的双眼 弄容了她的耳朵 强迫她喝下的哑药 成为哑巴 然后把她放在厕所里 称之为人质 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吕后 导致吕后下次狠手呢 原来这个女人 就是刘邦生前最宠爱的妃子 七夫人 据史记记载 七夫人年轻貌美 擅挑翘袖折腰之舞 极为娇美婀娜 在刘邦后宫家里中 她及所有宠爱于一身 风光无限 想不到在刘邦刚刚去世后 她就落得如此残景 不仅如此 就在不久前 吕后还下令 堵死了七夫人 唯一的儿子 也是汉高祖刘邦 生前最疼爱的儿子 赵王刘如意 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 吕后还让自己的儿子 刚刚即位的汉惠帝刘盈 来观看七夫人的惨相 吓得刘盈大哭了一场 病了一年多 不能理政 惠帝甚至对吕后说 这不是人干的事 我作为太后的儿子 母亲如此残暴 我怎么能治理天下呢 那么吕后和七夫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她不惜背负千古骂名 来如此虐待七夫人呢 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说自己残暴 难道吕后天生 就是一个如此狠毒的人吗 其实恰恰相反 吕后曾经甚至是一名 合格的贤妻良母 而后来所有的这一切 都和一个人脱不了干系 那就是刘邦 而这一切 还得从一次相面成亲说起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 吕至一家老小 为了躲避仇家 从山东老家 投奔吕至父亲吕公 在佩县当县令的好友 佩县县令 为了欢迎他们 特意举办了一次宴会 邀请当地的官员 前来赴宴 我手中拿的是 当时的一文钱 当时规定 只有贺钱一千钱以上 才能坐到堂上 不到一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 这时担任佩县四水亭长的 刘邦前来赴宴 大喊一声贺万钱 就坐到了堂上 由于当时的生产率水平低下 当时的一千相当于现在的十块钱 而一万钱呢 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块钱 即使是在现在啊 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事实上 刘邦一个字都没了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信口开合的人 吕宫却起身亲自迎接 还要把自己的长女吕志 嫁给他做妻子 原来吕宫知道 刘邦不可能出一万钱 他看重的是刘邦的胆量 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 而且 吕宫一看 这是典型的贵人像 于是当即决定 把自己的长女吕志 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嫁给刘邦 然而 吕志的母亲却极力反对 吕宫还是将吕志下架给了刘邦 此时的吕志也十分温顺观众 尽管吕志母亲竭力反对 吕宫还是将吕志下架给了刘邦 此时的吕志 此时的吕志也十分温顺乖巧 听从父亲的话 毫无怨言地嫁给了 毫无怨言地嫁给了 比自己年长二十一岁还多的刘邦 果然 果然像吕志母亲 还要下地在田中干活 有一天 一位老人经过吕志干活的田地 向吕志 不认之所以有富贵相 正是因为这个儿子 老人为吕志相面一事 是否为史记高祖本纪神话刘邦的说辞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 吕志嫁给四水亭长刘邦之后 还要种地耕田是确凿无疑的 而这也显示了吕志勤劳持家的一面 在当时啊 有钱人家就可以穿 像这样的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 而贫穷人家呢 只能穿这样粗不做的短衣 自从嫁给刘邦后 吕志就从一个富家小姐 一下子沦为了田间村妇 但年纪轻轻的她却毫无怨言 可另一边的刘邦却不让她省心 婚后的刘邦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成天和一群狐朋狗友鬼混 一次刘邦押送犯人的经历 却害得吕志为她下了大牢 一次刘邦负责押送犯人去服劳役 结果她在路上把犯人丢了一大半 这在当时南逃秦朝刑法的重罚 刘邦没办法就干脆自己也跑了 逃到芒荡山落草为寇了 刘邦可以一走了之 吕志却为此下了大牢 在古代男人坐牢都是九死一生 更何况一个女人 据史料记载 吕志在狱中多次受到狱族的虐待 后来吕志出狱后 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这也显示了吕志深沉的一面 之后刘邦反秦四处征战 吕志守在家里全心照顾家人 免了刘邦的后顾之忧 并且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后 吕志终于等到秦朝被推翻了 还听说刘邦还被项羽封为了汉王 吕志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一心等着刘邦来接他们一家老小团聚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刘邦 而是刘邦的仇人项羽 刘邦参加了三年的反秦战争 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集团 汉二年农历四月 刘邦在还定三秦之后 率领五十六万大军 打到了西楚都城彭城 但是刘邦到了彭城之后 却并没有着急接亲人 反而在彭城忙于接收项羽 从秦朝都城带来的美女财宝 等到项羽杀回彭城 刘邦才想起派人去接自己的家人 然而此时项羽已经派人去抓捕刘邦的家人了 吕志赶紧带着家人逃跑 慌乱中还和自己的一双儿女走散 而没跑多远 他和刘邦的父亲就被项羽的官兵抓住 成为了仁智 而且吕志在为仁智的两年多里 还遇到了一件灾难 汉四年 刘邦项羽在行阳对质之时 无奈的项羽突发奇想 把吕志和刘邦的父亲拉到阵前 并且架起一口大锅 烧了满满一锅废水 所以扬言要和煮了吕志和刘邦父亲 以此来威胁刘邦 没想到刘邦听了却嬉皮笑脸地说 你爱煮就煮 惜一听尊便 煮完了别忘了分我一杯肉汤 项羽气得暴跳如雷 真的要开煮了 这时 项伯赶紧站出来 劝项羽不要跟刘邦仇上加仇 项伯再三劝说 项羽这才作罢 自己的生死被视如儿戏 吕志不免心寒 这么多年来 他第一次感到了刘邦这个男人不靠谱 关键时刻并不会顾及他的死活 其实 彭承宇 沛县只有两百公里 完全是由于刘邦的安排不当 才导致了判了四年多夫妻团圆的吕志 不但没有和刘邦团圆 反而成了项羽的人质 项羽虽然不会像沛县的狱卒一样 虐待吕志 但吕志内心一定是痛苦的 然而史书中却并没有记载任何吕志 对于刘邦的怨恨 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来 吕志对于刘邦还是比较宽容的 那么刘邦为什么不着急去接自己的妻儿呢 原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 欺夫人 吕志对于欺夫人的恨 是否从那时开始 我们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自从这个女人出现后 她就夺走了刘邦的所有宠爱 据史记记载 刘邦在汉元年被封为汉王 到达汉中后 遇到了能歌善舞的七夫人 两人恩恩爱爱 感情非常好 此时刘邦已经五十多岁 而七夫人正当妙龄 就连刘邦在带兵打仗时 都带着这位美人在身边常伴 而此时被抓去当人质的吕志 却并不知道这一切 还在苦苦等待刘邦来搭救自己 直到刘邦与项羽对峙了两年多之后 由于项羽均粮短缺 公元前203年农历九月 项羽不得已同意了刘邦提出的 鸿沟义和 这才把已经做了两年零四个月 人质的吕志和刘邦的父亲放了回来 此时 吕志与刘邦已经分别长达七年之久 为刘邦遭罪十年的吕志 为何却只换来刘邦的冷落与绝情 《国保档案》特别节目 继续为您讲述 此时 当吕志终于回到刘邦身边后 却发现刘邦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他的身边已经有了 伯姬 赵姬 七夫人等 尤其是能歌善舞又年轻貌美的七夫人 更是深得刘邦宠爱 吕志从一个富家小姐嫁给刘邦后 为刘邦生儿育女下地种田 替刘邦下大牢为她当人质 历经这长达十年的种种坎坷与磨难之后 此时她的容貌自然无法和年轻貌美 又一直跟在刘邦身边养尊处优的七夫人相比 而此时的刘邦也渐渐开始了贪图安乐享受 她几乎没有去过吕志的寝宫 回到刘邦身边的吕志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她连见一次刘邦的面都成了奢侈 关于吕志回到刘邦身边后的情况 在史记《吕太后本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吕后年长长留守 惜见上义书 意思就是说 此时的吕后因为年龄长于七夫人 常常作为留守 陪伴在刘邦身边的 是那位年轻貌美的七夫人 吕后已经很难见到刘邦了 两人的关系也更加疏远 公元前202年 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以项羽兵败字文结束 同年刘邦称帝 史称汉高祖 刘邦登基后 感念吕公在他落魄的时候 就慧眼石珠把吕至嫁给了他 最后还是将他的原配妻子吕至封为皇后 后人称之为吕后 汉代策略皇后都要受予喜印 它是皇后合法身份的凭证 以及权力的象征 后宫中所有的事宜都要经过皇后同意 盖上这枚印章才会生效 这种权力的象征也让内心孤独的吕后有了些许的安慰 然而此时的七夫人却开始寄予这枚印章 据说由于刘邦十分宠信七夫人 而七夫人也对皇后之位向往已久 刘邦后来甚至有废掉吕后 另立心后的想法 但是以吕后的智慧 以及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苦生活历练 她绝不会再让人肆意欺负 也一定不会让七夫人如意 而事实上她确实有让刘邦也不得不佩服的本事 当时骁勇善战已有谋反之意的韩信 是刘邦的心腹大患 因为刘邦曾与韩信有约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见铁器不杀 所以刘邦一直拿韩信没有办法 吕后决定诛杀韩信 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使群臣涉服 吕后社稷将韩信骗到宫中 命人用布将其兜起来 用竹签刺杀了韩信 从此之后 吕后的地位更加稳定 但是维系二人关系的纽带 是共同维护汉朝江山的传承 二人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政治伙伴的关系 而他与七夫人之间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情侣的关系 所以尽管吕后相继帮助刘邦又杀韩信 除掉彭月 但是还是不及七夫人在刘邦心中的地位 正所谓爱屋即屋 由于对七夫人的喜爱 刘邦对七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也十分的疼爱 而七夫人直接挑战皇后之位失败后 又打起了吕后儿子刘盈的主意 其实早在刘邦称帝之前还在为汉王时 在汉二年就把当时两个儿子中间的嫡长子刘盈 立以为了太子 但是当七夫人生下了儿子之后 刘邦的想法渐渐开始发生转变 而七夫人也开始寄予起太子之位 据史记吕太后本记记载 刘邦认为刘盈为人太过善良 性格软弱 而这和刘邦刚毅果决的性格差别太大 所以认为刘盈太不像自己 而七夫人所生的刘如意 在性格上与自己非常相似 刘邦总说 如意累我 就有了要费掌利诱的想法 其实这与吕后失宠也有很大的关系 而常年陪伴服侍在刘邦身边的七夫人 自然发现了这一点 而这也正中他的下怀 于是七夫人经常在刘邦跟前哭闹 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刘邦经不起这娇美人的长期哭哭啼啼 加上他确实偏爱刘如意 于是就真的动起了费利太子的念头 汉十二年的一天 西汉开国皇后吕智突然在朝堂外 给一位当朝大臣周昌下跪 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后 为何要向一位大臣下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这一天 刘邦召集了张良 周昌 书孙通等一帮重臣前来 就是要商议费利太子的事宜 周昌有口吃 说话结结巴巴 但是他一听说刘邦要费掌利诱 非常恼火 当堂极力反对 隶属如何不应费太子 就这样 由于周昌等人的极力反对 刘邦想费太子之事 暂时搁置 本来在朝堂上说的事情 吕智是不应该知道的 但是此事对吕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刘邦在殿中议论费利之事时 吕智悄跑到旁边偷听 听到周昌激烈的反对 吕后非常感动 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意思就是说 今天假如没有您太子的地位 差一点就完了 贵谢周昌不仅对吕后来说是唯一的一次 而且在中国古代世上 皇后如此答谢大臣也仅此一次 在古代 母凭子贵 自己的儿子能够当上皇帝 自己就是太后 那么一旦七夫人成功了 不但吕后和儿子这么多年的苦白受了 而且后半生也都将生活在屈辱之中 说不定命都保不住了 七夫人的专宠已经使自己失去了丈夫 但还保留一个皇后之位 但她如今竟敢觊觎其太子之位 所以啊 意味太子是地位与后卫的双重竞争 七夫人既是情敌 也是政敌 这场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已经上升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吕后在短暂的惊恐之后 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积极应对 捍卫本应属于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位 此时她突然想起来可以求助于一个人 就是刘邦打天下时最倚重的谋臣 足智多谋的张良 果然张良给吕后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那就是请刘邦一直非常敬重 但求而不得的商山四号出山辅佐太子 结果吕后还真的请来了商山四号 当刘邦得知自己曾经久请不来的商山四号 竟然出山辅佐太子 知道太子在百姓心中的声望已经积累完成 即使作为皇帝的她也无法去违反理法 于是她只能无奈地对七夫人说 如今太子已经难以撼动 以后就不要再提废太子的事了 七夫人听罢 立即失声痛哭了起来 七夫人知道她已经特地得罪了吕后 刘邦已经年迈多病 她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果然 吕后在刘邦去世 惠帝即位的当年 立即将七夫人囚禁起来 剔去了她的头发 脖子上戴上铁圈 让她穿上球衣在宫中充迷 其实如果吕后要处死七夫人 她大可不必废此周折 她这样做 一是想出一出憋在心中十年的窝囊气 二是要让七夫人尝一尝受罪的滋味 但是七夫人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 她接下来干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 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恃宠而交数十年 七夫人最后为何却落得人质的下场 《国宝档案》特别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由于难言心中的悲怆 能歌善舞的七夫人在冲迷的同时 还创作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冲歌 子为王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长鱼死为武 相隔三千里 当时谁告辱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 儿子为王母亲为奴 整天充迷 常常与死亡相伴 我与儿子相距千里 应当让谁去告诉你呢 七夫人直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认清楚形势 她想的不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 不被屡后所见 而是要儿子来为自己出头 只可惜 首先听到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王 而是吕太后 果然 吕后得知七夫人唱冲歌一事后 勃然大怒说 你想依靠你当王的儿子吗 立即下令 立即下令 找赵王刘如意进京 加以杀害 而对七夫人也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手段 也就是把七夫人做成了人质 在此之后 吕后开始了长达15年独掌政权的政治生涯 此时虽然宫廷斗争依然激烈 但是在她的统治之下 天下却太平无事 百姓安居乐业 在她掌权时 位于今天的广州地区 有一个南越国非常兴盛 为了制约南越的发展 吕后颁布命令 禁止卖铁器和马牛给南越 借以对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 吕后当时用来发布命令的 就是皇后之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